Hello,今天的话我们就只跳一场比赛吧 因为有点晚了 一点钟还有两场 但是这两场今天就放弃了,就不玩了 关键就看这一场 本来应该是两场比赛的 但是回来晚了 这一场俄超也已经开场 已经开赛十几分钟了 所以二超这一场我们就不考虑了 就着重看一下图超这一场比赛 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情况 这场比赛应该是一场 对,是一场常规赛 联赛的常规赛 刚开始打 先看一下基本面的情况 双方的对战晚计上判断 其实都差不多 可以说双方的实力旗鼓相当吧 然后 再看一下这个状态吧 这个双方的状态 组队还是占有优势的 但是 优势不明显 不明显在哪呢? 组队这两场比赛 他只赢一个球 小胜 反手能力还可以 但是攻击力有点差 小胜一球 客队这一边的话 状态 确实比一起组队来讲 差了那么一大截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先说一下这个 基本面的整体情况来讲的话 呃 组队是有优势的 毕竟组队从盘面上来看 对战晚计刚赢了一场比赛 然后我两场主场 近期的两场主场 基本上都是赢球 主场只输了一场过 然后状态上还是 两年胜 客队的状态两年负 那么整个基本面上来看 整体基本面上看的话 就是 组队稍微有点优势 我们看一下盘口 先看一下黄冠的盘口 黄冠的盘口怎么开 黄冠的盘口是 平手半球 到 今天今天是8号 7号 7号的时候 都是以半球状态 而且滴水的时间比较长 超滴水位给出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逐渐的升高 逐渐升高 然后降盘 降盘之后再升盘 这一段给出了 几个小时的高水 几个小时的高水 高峰期 降盘 哦 这里有一个点值的注意 这里给出的这个高水的时间段 都是下注的高峰期 然后降盘 降盘 降盘之后 给出的水位也不低啊 中偏高的水位啊 持续到临场目前 都是中偏高的水位 都是中偏高的水位 黄桓开的盘口 如果再结合这个 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其实 盘口开的有点少了 这盘口有点 专家不是很看好这个组队 目前这个盘口来看的话 专家给出这个盘口 偏低了 而且水位给的特高 我们再看一下澳门 澳门的盘口是 半球 同样是半球盘起步 半球盘起步 降盘 降盘压超低水位 压超低水位 这个临场 直接跳空 临场直接跳开 跳开一点水以上 升水到0.8 平手半球升水到0.8 没有任何阻力迹象 这场比赛 从盘口上看的话 开出的盘口完全不符合 组队现在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少开了这个盘口 太低了 这是不太利益组队的 那我们看一下客队有没有翻盘的 这个可能性 客队的对战晚期上 其实是有翻盘的可能性的 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 其中一场还是欧罗八杯 算起联赛来讲的话 客队只有一场输 其他场次还好 虽然说有数我赢 但是进球 基本上还是保持的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必发的指数怎么样 必发目前的指数给出组队也是一个 庄家一会-50这样一个高比例高赔率 主队是挺热的 吐槽这场比赛不放 我们就 考虑一下客队 受让 不输 威廉给出客队的水位也不低 平手盘的水位压得很低 就盘口吧 客队不输 吐槽这场 好开赛了 赛果拭目以待吧